把XML轉成Json的話 有點像這樣 轉換之後的話 一樣可以把Json貼到JsonEdit 看起來應該OK 就是一個Upget 然後裡面的話有657個串列 那串列總數有657 然後裡面再下一階就是它是一個字典 字典裡面其實我們就三個欄位 因為其實它本來不只三個欄位 我們主要是把這個簡化一下 然後前三版就好了 所以第一個當然我去下載什麼 下載那個我的 我們在Python3的擷取分析證照裡面 我有放一個XML檔 所以就這個檔 第二步的話你可以把這個檔怎麼樣 我的習慣是把它用那個Chrome或IE開就可以 你把它丟進來 然後開起來它其實結構就可以看得到 它一定是外面的table 最外層嘛 那就是它的root 然後這裡面的一層的話 就是它一個一個的data 然後這裡面一層的話 就是它的每一欄的資料 OK 那它一定是一個頭尾的這個架構 資料太多了 然後你會把這個EDM 一個root 然後裡面的話就總共有14個欄位 那14欄位裡面的文字就是這個 所以我要第一個 它應該是它的number 它的編號 然後它的名稱 然後它目前可以借的數量 56台 OK 假設前三個就好 當然你也可以全部啦 只是說這個可以再改一下 沒有關係 所以這個假設我要讀取的話 那因為我下載之後的話 我這個檔案 我是把它放在這個download這個地方 我就不動好了 比如說我下載在這裡 那所以呢我就把這個路線複製一下 並且加上read102.xml 把它寫到哪裡 我的程式裡面 那程式部分的話 上個禮拜有講到 所以基本上的話 我主要是import這個 叫elementry的這個模組 那名稱太長 我就set 後面再多露一個叫json OK 因為我們待會兒會dump 把它轉成json 那再來的話 我們pass的時候呢 後面就是給它一個完整路徑 所以我把剛剛的那個download的路徑 直接貼過來 那我上禮拜有講過 路徑前面加個小r 你這個就不需要再做拖一致遠的動作 不用再變兩個 那就是這個路徑 再來的話 把這一顆樹給get回來 所以裡面它得到一個路徑叫tree tree裡面也叫get root 就是把這一顆xml的樹給抓回來 那裡面的話就全部資料 接下來當然 因為我們要建一個那個就是json檔案 所以需要產生字典 所以空的字典 然後一樣 我這個在字典裡面增加個key 這個key的話叫xml 裡面一樣 我也是用那個中瓜糊 所以一樣是字典 然後串列再字典 當然你想說老師那我以後可不可以不要這樣的結構 我要 比如說我要字典加字典就好了 我不要串列可不可以 可以啦 你自己再改 只是要改的話呢 它的程式邏輯又不一樣 你們可以試寫寫看 我在這個0602裡面還有放 汽車切放我另外有什麼寫法 就是字典裡面再放字典就好了 等於是兩層就好了不要三層 像這邊是三層是字典 串列字典 那一樣我們延續好了 我假設不動 那裡面的話呢 我就是把這個路程 裡面所有的data 通通都讀回來 然後呢 讀回來之後的話呢 我要取前三個欄位的話 那我基本上呢 我就什麼 在這個地方一樣 這個最難的地方在這裡 其實 這個 這個怎麼樣把它寫到 我乾脆改一下 這個叫root 這個可以改 叫root 因為剛剛看到上面的名稱 這個叫raw 所以我改一下 改一下 那個名稱不一定要 不一定是固定 你可以改沒關係 那再來的話 我要把這個raw裡面的 第一個欄位的話 那就中多A51 點test 放到哪裡呢 放到這個字典裡面的串列 所以我都可以了嗎 字典的這個名稱 這個key有沒有 後面加一個點append append之後的話呢 那一樣我們建一個那個什麼 建一個字典 所以是大瓜糊 然後呢 第一個key 三個欄位 而且名稱 你應該可以取有意義的 比如說什麼 sno sna tot 那如果你不改的話 你就abc也可以 比如說我改一下 假設我用abc 比較偷懶一下 A欄 叫什麼呢 A amount 然後後面的話 就是它的value 那value的話 我就放什麼 放 如果是root的話 你就是raw raw 裡面的第一欄 第一欄的話是中多A50 然後裡面的資料 就點test 因為它是一個標籤的架構 所以點test 然後第二欄的話呢 那就是什麼 一樣就是 拖欄一下 把這個複製來改比較快 這邊改成b 這第二欄 然後取 這個raw裡面的 第二個欄位 然後再第三個欄位 一直被推 這樣就ok了 然後這邊改成c 所以結構 反正呢 它這個字典一定是大瓜糊 它裡面key value 豆點 key value 反正一定固定的架構 然後我就把 原來的資料呢 分別就拆開來 丟到我應該放的value裡面 所以 其實xml 和csv 如果跟json比的話 就差在key的部分 因為沒有key 所以這個地方的話 差異如果知道的話 好 那我們基本上就完成了 所以建一個字典 然後一個串列 再把這個 裡面的資料呢 再建一個字典 放在這個串列裡面 最後把它print了出來 你應該就ok了 後面都一樣 再來就存檔 存檔的話跟剛剛一樣 我就存一下 write.json 然後用encoding等utv8 把它寫成 因為裡面我印象中 不知道會不會有那些run 一些充碼 如果怕充碼 就用encoding等utv8 然後把這個資料 dump到這個json格式裡面 記得加一個insure ascii等於0 不然的話 會變成跟剛剛一樣 全部都run OK 把它執行一下 各位可以看到 如果沒有錯誤訊息的話 理論上 在我們的根目底下 就會有個write.json 理論上應該可以看到 write.json在這裡 然後把它打開的話 應該就是ok的 這裡就沒有問題 再把這個結構 CtrlA C 你可以再到哪裡 到jsonedit上面再確認一下 如果你不確定說 是不是正確的話 你可以把它貼上 然後再把它貼 切到tree裡面 就可以看到 我們要的結構了 大概是這樣子 其實我是建議 各位可以再找其他事 反正就多練習幾個檔案 然後幾個範例 慢慢應該就熟練 固定的步驟 反正不外遇就讀資料 然後再來就是怎麼樣 再來就是轉換解析資料 最後的話就是把它存成json 就ok了 請各位試試看 我剛剛做完的這個程式 基本上在雲端白板上面的0602裡面 在第三頁裡面也有 所以剛剛寫的程式 主要應該比較難的應該是這個 這個append 如果你對串列熟悉的話 那這一行應該是比較 沒有什麼太大問題